新闻头条带来看到的是 为了推广阅读教育向下扎根 高温市政府教育局从已经启用的 国中最爱阅读 以及国小喜悦网 两个专属国中小学生的阅读网站出发 今年度更推动适合学前幼儿阶段的 又爱阅阅读网站 而今天高温市长陈菊也特别到幼稚园 为小朋友说故事 希望倡导家长陪同小朋友一起阅读绘本 落实阅读教育 用轻轻柔柔的语调和小朋友一问一答 遨游绘本中故事的内容 小朋友眼中的花妈不只是慈祥的长者 此刻更是为大家说故事的老师 黑色的羊 你在看什么呢 抱着剧新鲜又兴奋的心情听故事 绘本中的内容很快就说完了 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还显得意犹未尽 为什么喜欢听故事 因为里面都有画过很不同的那个东西 那你今天喜不喜欢听黄妈说故事 喜欢 在家会不会听爸爸妈说故事 会 对啊 那今天听故事感觉怎么样 很好 为了推动阅读教育向下扎根到学前幼儿阶段 打下稳固的阅读基础 教育局推动了全国首创的幼岸月幼儿阅读教育 热热的追求 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而高雄市的大家长 陈菊也以最负亲和力的黄妈身份 进入幼儿园为孩子们说故事 期待大家一起跟进 也让阅读成为高雄市一股不分年龄的风气 港东新闻许富天夏秋竹采访报道